好,剛才台長說我病都這麼好 是啊,好厲害 我哪有火啊,大哥 剛才那些哪有火啊,大哥 不過有時候想起這些混蛋 你就覺得很好笑 拿豬不穩吃 要語無倫次,沒辦法 但是有些事情很容易露底 又沒有材料 等於我昨天 我們在立法會,動議辯論 提出動議的人 可以有十五分鐘 發言 我弄了一篇文章成五千字 但是十五分鐘是讀不完五千字的 十五分鐘,我想三千字左右 我的節奏可能會多些 我昨天幾乎讀了五千字 明天會一信報 我經過三節之後會登二千字的 這篇文章 我說,我都希望有些有水平的辯論 我又想聽聽你何俊仁說些什麼 其他那幾個,或者那些反對的 或者那些建制派 發覺你真是 你那個柳傑也不知所謂的婆娘 是吧 五區總辭,五區又怎算總辭啊 然後,初初又有一份名單 然後又改名單 然後又有一份新名單 看到我們都亂了 關你差事嗎 你都不是說核心問題 是吧 在這裏冷爪熱風 是吧 即是自由黨主席 昨天發言自由黨主席 有發言文建連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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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分鐘說完 是吧 表達了立場 兩分鐘搞定 即是水平之低 這裏呢 你真是嘆為觀止 在立法會裏面 真的不是牙策 我入了年紀 我真的看不到有誰 可以跟我們有得困 還有一些懶 那些文章呢 找一些助理寫 即是讀的時候又讀錯 我們那些文章都是叫助理寫的 不過我改五次稿 你明白嗎 我因為要訓練那些助理 讓他們學一下寫文 你明白嗎 所以我自己可以寫 我都要叫他們寫了 然後我幫他改頭換臉 希望他有進步 大哥 找一篇像樣的發言都沒有 包括 那個棄權黨的主席 你都不知道他在說什麼 大家上網看看 有些有心的網友 將昨天那些主要發言的人 那些片段都扔上youtube 香港人網都看到的 你看一下吧 你發覺那些油的水平之低 是不是 你真是很難想像的 大哥做了這麼多年立法會議員 他是按照遊戲規則來玩的 但是他 那個內容很差 大哥 我們有時候不照遊戲規則來玩 但是我們說的內容就贏你 大哥 對不對 所以你說在香港這種制度下 特別是養著那些功能組別 那些人 是不是 我又不會怪那些功能組別的議員 大哥 我是要怪制度 那些議員 喂大哥 你有個這樣的位置 抑我 我不去 是不是 但是 制度本身真是很大問題 所以這個功能組別 基本上就是不能取消 是不是 譬如我在那個演詞裏面其中有一段 我想有很多人不明白我在說什麼 是不是 我最後的結尾是怎麼說呢 我說我對民主政治 有一個更高層次的期待 因為我們這篇文章是說直接民主 是不是 或者是一個烏托邦 那就是有一天 到了直接民主已經達到成熟的 階段之時 真正有高尚情操的理想家 盡可 以人民 接受他的主張為止境 而不必參加競選 君子群而不黨 這種真正為主張而團結 而且完全超越本身私利的群 將更為人民所信賴 援龍政黨政治 及為個人權位目的的政客 將無所施其忌 到了那個時候 議會已經不能歪曲民意 政黨依然存在 但是政黨已經不能把持議會 就是說 這段說話是什麼呢 現在我們香港 要追求的是間接民主 代議制 都是只有一半 甚至一半都沒有 立法會一半直選 一半功能組別 但是特首 小圈子選舉產生 是不是 全部由直選 全部由直選產生 都是叫做代議政治 是嗎 間接民主 而直接民主 就是由人民親自立法 是嗎 人民親自 通過一種機制 去決定自己的幸福 這個叫做直接民主 這個叫做直接民主 所以當年孫中山說民權主義的時候 他就要補西方這個民主政治的不足 在人民的權力那裏 他說這個是政權 政府的權力那裏 或者政治的權力那裏 叫做自權 自權就包括行政、立法、司法 他還加一個考試監察 叫做五權憲法 政權那裏就是人民 除了可以選代議士 選總統 選省長、選議員長、選市長之外 他還可以通過一個直接的行使直接民權 去選舉罷免創制覆決 當然他這個主張 幾乎從頭到尾都被實現過 一件事 這些叫做直接民權 剛才我讀那段文字 就是我自己的理想 這個是一個烏托邦來的 就是如果直接民主很成熟的時候 政黨有什麼用呢 君子群如不黨 已經 當直接民主很成熟的時候 公義的決定 不是你的政黨決定 不是議會決定的 是不是 你一個真正有理想的人 你的主張 是可以得到公眾的認同 你不需要去參選 然後做了議員 才可以將你的主張得到公眾認同 所以陳昔之這些是盲無來的 我投票給你的 你說遲就遲 這些叫盲無 他連政治學的ABC都不懂 然後寫一篇很有情緒的文字來 踩我們五區總辭 目的就是這樣 但是你有一個論據 才有一個理據 大哥 我們在這種殘缺不存的間接民主的制度下 很不容易讓我們找到一個缺口 通過五區總辭 是不是 然後去補選 然後變上公投 是不是 你是教大學的人 哇 真是 我沒有叫你支持我 但是你批評我 有些學問才行 大哥 我下次一定不投票 不投就不投 這個是他的說法 你叫我投就投啊 你補選 不投 不投你就不投 是不是 更加不堪的就是 這個公民黨的討論 這個公民黨是說 拿他這篇文 作為自己 反對 這個五區總辭的 一個很 很重要的理由 所以有時 就是 見到香港這些 政治發展 可以見到這些政客 這麼低水平的政客 你可能會有時候會覺得很無印的 不過我無印了幾十年 我都習慣了 所以在我那篇演詞裏面 我又把我自己十五年前寫的一篇文 又出了一段下去 十五年前寫的文 現在都還有時代意義 那裡嚴重了 我這裡引述的就是 一九九四年七月七號 的一篇文章 一九九四年七月九號 七月七號 在快報的一篇文章 一篇叫做全面直選死 指張全面直選死路 一條文號 跟著全面直選 循序漸進的改革 兩篇稿 那我 將有一段 像是不一樣的 當時我自己的看法 就出了下我這篇發言稿 或者我讀一次給大家聽 那你就知道 原來我真的沒有什麼進步 哇